我相信对于今生和来生来说 最伟大和最值得信赖的知识来源是圣经 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说 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同一本圣经也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中阐明了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今天绝大多数人能够随心接触并拥有上帝的真理 遗憾的是有些人会选择依附于来自恶魔的信息来源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必有人听从鬼魔的道理 甚至圣经都教导说魔鬼是我们所生活在这世界上的统治者 约翰八章四十四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圣经告诉我们魔鬼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杀人的 他与真理无关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真理 当他撒谎时他是出于自己的本性说谎 因为他是一个骗子和谎言之父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 社会选择遵循于恶魔教义相关的原则 而不是坚持我们知道的 那真理的源头上帝的话语 让我说明一下 恶魔的教义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样 它们不一定与明显的邪恶有关 但它是一种微小的欺骗性的邪恶 恶魔的教导或教义会告诉你一些像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你可以犯罪 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 因为上帝的恩典是无限的 他的怜悯永远长存 为了摆脱潦倒的生活 你欺骗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不毁掉你的人生 你放弃另一个生命是你的选择 恶魔的教导会鼓励你为自己而活 照顾好自己积累财富 在这些例子中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一点真理混合着谎言 是的 上帝给了我们恩典 他的仁慈永远长存 但上帝不是闹着玩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此外 上帝确实要照顾你 并希望看到你繁荣丰盛 但繁荣并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富裕 一个人可以在经济上繁荣 但在灵性上却是死的 在基督里 属灵上的富有总是比物质上富有更好 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作为基督徒 当我们看到许多人 以如此惊人的速度 背离真理时 我们无需感到惊讶 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我们不能毫不在意的 看着事情如此发生 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至四节 使徒保罗在他对提摩太的教导中 强烈地指出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道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保罗要他在信仰中的孩子明白 他的责任 是坚定地站在上帝的话语上 因为这是真理 他要他明白 当其他人转向魔鬼的教义时 他仍然需要教导和宣讲真理 当人们开始寻找 能够迎合他们的感受 并回避真理时 他需要继续 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而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保罗要提摩太明白 无论在他周围的事情 看起来如何 他必须继续坚持 并持守他的话语和教义 而不是跟随那些 导致人们误入歧途的教义 加拉太书一章六至八节 我稀奇 你们这么快离开 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保罗知道只有一个真理 他也知道他的敌人魔鬼 想要歪曲这个真理 使人们无法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是我们需要 持守的真理 救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天下没有别的名字 可以拯救人类 只有一位神 神与人之间 只有一位中宝 他的名字 是耶稣基督 当耶稣在世上时 他开始传讲的第一个信息 是悔改并相信福音 当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 却遵循任何其他教导 哲学或教义时 我们已经被引导偏离真理 被引导偏离 对基督真实与纯洁的侍奉 被引导去侍奉邪恶的世界 也就是那黑暗的王国 最终 根据真理的话语 这绝对不是我们要的局面 启示录十二章九节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狱还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上帝的话语和他的真理将占上风 上帝所宣告的正确和真理 没有任何其他哲学或教义能够胜过 只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并遵循他的教义 而不是世界的危险教义 上帝最伟大的创造 人类将能够与他 永远生活在他的伟大王国中 在提多书二章十三节中 圣经告诉我们关于所盼望的福 什么是所盼望的福呢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所盼望的福是耶稣的第二次来临 亲爱的信徒们 让我告诉你 我们正与命运发生冲突 有一天 那些重生的人将被提升到空中 与耶稣亲自见面 我期待着圣经告诉我们的被提 我们将在天堂获得荣耀的身体 我们将永远在全能的上帝面前 救赎是个人的决定 这意味着 接受耶稣基督或拒绝他 是你自己的决定 就像你独自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你会独自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 你会以个人的身份 站在基督面前 无论你的姓氏是什么 你将无法指望 你的母亲或父亲 或指望任何人 重要的是 你知道耶稣基督吗 你有没有接受他 作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那才是最重要的 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 34-36节中说 我对你们说 当难一夜 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有孤卷再次有两个人在田里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被提会发生的情况 你和我不知道 谁会被抓走并被提 因为只有上帝之道人的内心状态 丈夫和妻子在晚上同时入睡 一个会被带走 另一个会留下 两个朋友一边走路 一边谈话 在眨眼的瞬间 一个会被带走 一个人会留下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 只有心地纯洁的人 才会被带走 还是在圣灵的引导和影响下 为耶稣而活的人 管你妻子多频繁地祈祷 或是你的丈夫是一个大师语者 当耶稣再来时 唯一重要的是你和他的关系 不是每个人都在被提中升起 非信徒会被抛在后面 一些倒退的信徒会被抛在后面 其他信徒会留下 因为他们有秘密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上帝看到的秘密 你不能对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一无所知 你应该期待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你应该渴望被带到空中 与神之子在一起 罗马书十二章两节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和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那是明确的教会 不要遵循这个世界 不要附和这个世界 让我告诉你 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中说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下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让我们专注于这节经文的前几句话 这个世界的神 已经蒙蔽了人们的思想 这个世界迷失了 圣经清楚地说 这个世界的神是魔鬼撒旦 他控制着不在基督里的人的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应该顺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习俗的模式 你注意到异端了吗 你注意到亵渎神灵了吗 你注意到人们对神圣原则的缺乏敬畏吗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民族 一个被神的话统治的民族 一个被圣灵管理和引导的民族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先寻求神的国度 当耶稣升天的时候 圣经在使徒行 传一章十字一节这么说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 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 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但最重要的人说过这个应许的 是耶稣本人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中 他对门徒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园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耶稣基督将会回来 不要让这个世界使你分心 耶稣将要回来 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太舒服 耶稣将要回来 不要对上帝的话语毫不在意 不要在上帝的应许上睡觉 不要忽视末日的迹象 耶稣将像夜里的小偷一样回来 这个信息被重复一遍又一遍 因为主希望我们继续生活 就好像他明天会来一样 他让我们随时处于红色戒备状态 随时警醒 如果他明天来 如果他今晚来 你和我都不会因为没有为耶稣而活 却要呼喊他的名而感到尴尬的 不要不冷不热 把你的房子整理好 要持续祈祷 保持警醒 我们的主快要来了 诗篇三章四和五节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视角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真言三章五节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感谢观看